《爱事有缘》 今天邀请来的嘉宾就是一位不平凡的人 他是随动型大脉脑痞症患者 因为在七身的时候脱养 所以脑细胞受损 形成大脑痞 最主要的特征是肌肉竞联 虽然他行动有些不方便 但就非常食路 不单只是一位注册社工 还是一位填词人 我们的嘉宾到现在都已经为六十几首歌填词 而近期他的作品就是之前早两个月 在电影上画的《路火》 即是谢霆锋和欣子丹主演那部电影 主题曲对峙就是出自我们这位嘉宾的手笔 我们的嘉宾叫苏伟健 筆名是乔星 哦 原来是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 香港每年都有一个叫十大再生勇士的奖项 我们的嘉宾Kenny就是第十四届的得掌者之一 还有她是第五届青年领袖 2011年香港精神大使 以及2016年复刊在职达人 没错 这些荣誉都是社会对她在相见共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肯定和加许 我们就邀请今天的嘉宾苏伟健Kenny出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很高兴可以上到你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Kenny 你现在这么成功 但是小时候又曾经面对过心死难关 导致你身体的机能受到一些影响 那你那时候是怎样面对呢 其实都是身边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其实我挺特别的 因为我不是读特殊学校长大的 我是读主流学校长大的 所以我不介意说了 我是一个七十后来的 所以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是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教育政策上面的支援 所以其实身边的人的支持很重要 当然是家人 其次就是我遇到的老师同学 其实我感激他们 在那个没有什么共用概念的年代 其实他们做的事都很共用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有说 那个老师同学和家庭的支持 那在什么方面是怎样支持你 其实现在就有所谓一些调息的措施 譬如说我本身打到麻痹的 我写字写得慢的 那现在就说有些什么家事 甚至有些口述、筆錄 就是很多协助 那在我那个年代 其实我的老师是没有人教过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我记得譬如说我有时候默书考试 那我的老师是会借头借路 就是最后先收我那本 或者下课先收我那本默书簿 那些椅子给了我多一点时间 另外就是我的同学 我其实真的很感激他们 虽然我上体育堂 我永远跑得比人慢 我玩什么游戏 通常同学一队都是输的 但是他们都不会介意 也不会排除我在外面 就是要玩接力赛的 可能老师就说有啊 苏惠健在那里 那一队就跑少四分一 那就令到战果紧臭一点 那这些其实 小时候不是很大的感受 但是大了董事 回想起来 其实虽然他们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做 但是其实大家是有个爱在那里 所以很感激身边 在我成长的时候 无论小学中学都遇到很多好的人 那他们这些爱和关心 令到你小学阶段 是否比较容易呢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是的 除了中间 中间有些时间 因为制度有点改变 我升四年班之后 功课压力突然大了很多 上课的方式有点不同了 那时候有点适应上面的困难 但是总体来说 我小学都是过得比较顺利的 那你刚才说 小学四年班那时候 上读或者读书 就遇到少少困难 那你那时候是怎样去克服的 主要的困难是在哪里 其实是因为功课越来越多 那你刚才说的 我的写字比较慢一点 所以做功课越来越做得越 我记得我最初做到10点 接着做到12点 我去到六年班的时候 是做到整点几两点钟 才做得完的 那我本来都不是一个 很不喜欢读书的人 我其实我只是不喜欢做功课 和不喜欢考试 那我不喜欢考试 都不是因为我不懂 因为每一次都写得很辛苦 和很硬硬才写得完 那幸好那时候就是 我记得我家人给我的安慰 他们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 如果不是我相信 我当时又会更加难受 另外就是和我儿子 虽然当然小学生 他们当然不懂 安慰你那些说话 但其实一直在我身边 陪我玩 和我一起放学之后 买点东西 其实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 对于我压力的舒缓都很重要 我记得那时候 可以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最初觉得 如果不读书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都觉得 其实我还可以发展一下 自己其他的一些方向 读书是重要的 但不是人生的全部 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好过一点点 你刚才说 你也有发展一下自己不同的方向 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小时候有哪方面 你发展的方向 其实我很喜欢看课外书 那时候 我很小时候已经喜欢写东西 什么都写的 我记得很搞笑 我还会自己做些功课 给自己做 自己出些题目给自己答 好笑 还有我会在我的课外 读物的后面 扮好似出些题目 做些作业 做很多这些创作 我小时候都喜欢画画的 虽然我发觉 原来我没有画画的天分 对于文字的喜爱 是令到我后来 有很多很多可能性 在那时候 开始打落这些基础 你就对文字的喜爱 就是因为你很多时间的阅读 你又喜欢写东西 其实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的手是不方便的 在那个过程之中 你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其实都没得克服的 因为我其实只会越写越累 我不会做什么练习 或者动作 会令我开始写快些 因为始终是全身肌肉控制困难 其实写字是一个很精细的动作 尤其是在很小的格子那里 写这么多中文字 对于我来说 是很痛苦的事 其实没有解决方法 去到后来 我记得我中二的时候 感激这个世界上 开始有电脑这件事 我爸爸当机立断地 第一时间教我做的就是 我学会了这个蒼蠍书入法 同时就打开了我用电脑 来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打字 虽然我打字都不是特别快的 都辛苦的 但是总比写字好 所以我记得那个暑假就是 我一边学蒼蠍书入法 一边就在那里写小说 写了几万字 小说就当然写得不一样 但是就学会了蒼蠍书入法 Kendy 作为一个伤残人士 你有没有遇到过歧视 你当时是怎样面对 有没有哭不想上学 有没有恨你妈妈 让你进入主流学校 其实在小学阶段 就不是很多的 我记得在中学 偶尔试过有一年 我记得中三那年 因为我们每年都重新分班 那一年就不幸 就是跟我比较友好的同学 就分了去另一班 那一班不是对我太友善的朋友 就在同一班 那一年就有少少不舒服 因为他们可能会说些 不太好听的话 或者改一些比较难听的花名 但是用现在的术语 都是言语上的少少欺凌 都未至于身体上 拳头上的欺凌 那你说歧视 我又觉得未去到这两个字眼 但是你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就是读书 交捧结友 到后来再有些感情的问题 那这些各方面 其实都会令到我开始觉得 就是自己在一个健全的环境长大 好像是有少少 我当时觉得有少少 好像是错配了 就是我明明自己是一个伤残人士 那为什么我又会在一个健全人士的跑道那里 那里跑过来 那明明我又跑得被人慢 那为什么又还要继续捱下去呢 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想不通的 那也有怨过 我有一次是怨过我妈妈 我记得 我记得 她也很记得 那一次有一些关口想不开 就会觉得 那时候为什么不送我去特殊学 我就轻松了 我就连练到第一了 就是很可以很轻易举地 解决所有事情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个 情绪方面的问题 其实说真的 一直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都不是很彻底地解决 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 又有些开心的事情发生 又好像掩盖了 过去了那样 那我如果真的说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说到我读大学之后 畢业之后 是说到我去读社工的时候 那我才真正正去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我自己 其实 我要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应该当自己是一个 相产人士 还是当自己是一个健全人士 因为太多年是一个健全的人士的环境长大 我都会忘记了我自己的一个相产人士的身份 那有人这样听 其实好像这样就好 那就是融合了 融入了 但是其实你生活上总有一些事情 或者你总有一些关口 他又会提醒 不是喔 其实你都是相产的 那如是者 有时健全 有时相产 有时健全 有时相产 就会令到我很困扰 真的直至到我读社工的课程 那我才真真正正去彻底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我要重新审视我自己 当时我25岁 我重新审视25年来 其实我糾纏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糾纏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有一个结论呢 或者我是不是应该糾纏在这个问题上呢 你刚才说 其实你有去做社工 才会令到自己的情绪或者什么得到平复 那其实你做这个社工的念头呢 是何时开始有的 其实是2002年 就是我24岁那年 那年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我当时我有我第一份工作的 但是因为当时香港经济很差 所以我就被人财了出来的 那两个月之后我就失戀 那时又失业又失戀 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以为我会很颓废 但是其实我又没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种 已经没有什么很失去的感觉吧 就是loving to lose 所以就觉得自己应该要走一条另一条的路 就是给自己另一个可能性 我第一次读大学的时候是读中文系的 其实那时候中文系毕业多数都是做教书 或者做记者 这两个工作对于我身体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希望读另一个专业 那时候就想想想想 就不如试读社工 因为那时候被人财了之后 有段时间很空 整天去做义工 做义工的过程 做义工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其实你会不会都试试做一个社工呢 因为有些范畴或者有些工作 一个双残的社工去说 说一句 好专业的社工 说一百句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有这个感觉 就是原来双残这个身份 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 回到刚才我说的 我在糾纏的问题 就是我究竟当自己是双残还是健全 我就开始有点开了笑 其实我是不是应该这么执着于 我自己是双残还是健全呢 其实双残是不是一定是一个不好的身份 我是不是一定要很清洗自己的底 我是健全我是健全 我是不是一定要摆脱这件事呢 我开始是找到我的方向了 其实是不是在过程中 有人看法了你这个想法 或者有哪个事 令你特别感动的呢 其实是一件事的 不过我就找不到那个人了 刚才说我做义工 我记得我有一次 当时我做义工 其中一个工作仔 我进学校去做一些 分享自己故事的一些 我记得有一次我进入了一间教会的学校 当时说完之后 校长就来问我 他说 他跟我聊天 送我出去的时候 他说 蘇先生 其实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当时说 我没有宗教信仰呢 他说 不要紧要 不过呢 想问你多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是相残的话 你会不会有这个机缘 今天用这个身份 来到我的学校 把你的故事 告诉这几百个年轻人 然后当中可能有十个八个人 就是因为你今早这番话 而改变了我们的日生呢 我当时没有回应过这个问题 我正在想 我有没有那么伟大 这件事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一路坐车回家的过程中 他的问题一直在我脑口里回荡 我忽然在想 原来我 那二十四年的人生 我从来都只是想 伤残令到我没有了些什么 令到我做不到些什么 令到我失去了些什么 令到我有多么辛苦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有些伤残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有些事情是 我不伤残的说我做不到的吗 原来有些人是 我不伤残的说我认识不到的吗 原来伤残都会带给我一些 如果我是健全 我不会做到的事情 我经常想 如果我不是伤残 我就好了 我就怎样好了 我是没有反过去想 如果我是健全的 可能我现在认识不到 现在的朋友 可能我没有现在很奇特的一些经验 所以是 他的问题好像令到我世界 突然大了一倍 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原来事情是另一面 原来我的人生是有另一面 原来我可以和我的伤残 是去做朋友的 我可以尝试和他 不是敌视的 我不是要摆脱他 我还是要 好了我们一起了 我们尝试太难当上 所以 到了后来 我决定去读社工的时候 就 真的引证了我这个看法 我真的觉得 原来我用一个 所谓相残的身份 去做一个社工 原来是 真的会有些不同的法学作用 那Kenny 你是否在这件事上 开始由悲观转得乐观呢 这个人 都可以这样说 或者应该这样说 我是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 我会形容 我不会只是说乐观 我会形容我自己的理性的乐观 当我分析了这件事 我评估了这件事的可能性 我知道我自己人生的目标之后 我只会和自己说我尽力而为 我不一定保证到结果会如何 我觉得如果我强行相信 结果一定是好的 是的 我做的所谓都一定有好的回报 我觉得这个是太过盲目的乐观 我只是觉得 我尽了我的本分 我尽了我的力 这件事出来未必是好的 但起码我问心无愧 就OK了 我觉得这个是 适当的乐观 对我来说 Kenny 你其实做了社工之后 是服务哪个机构 还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分享 其实我现在是在香港商建协会做的 正如我的名字一样 其实我们整个主要是做商建公容 我现在服务的单位是叫商建学院 主要是做一些公众教育的工作 其实难忘是很多东西都很难忘 比如说我们进入学校 可能我们进入一间小学 我们拿一堆轮椅进去 去跟他们做体验 最初他们当过轮椅是玩具 但后来他们听过我们的故事 听过我们讲社工轮椅的情况 我们去里面设计一些真实的环境 其实他们坐过轮椅之后再说 其实感觉到他们很快就有一个 不多但少少的转变 他们对商财人士的认识是多了 多了一些所谓的同理心 明白了商财人士 其实坐在轮椅上不是那么舒服 不是那么好玩的 我很喜欢看到人的转变 因为我们做社工都很相信人是可以改变 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工作都很难忘 Kennie 你的童年都这么不平凡 知道你第一次读大学的时候 不是读社工的 是读中文系的 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中文系 还有这个是不是你的梦想 都是我的梦想 正如我刚才说 其实我收到对文字都是比较热爱的 对创作都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那时候年轻一点 没有想过为将来职业需要那些 实际觉得我很喜欢中文 所以我就选中文大学的中文系 就是圆满正宗 可以满足到自己童年的时候的一个梦想 所以就选中文系 其实你读中文系 对你后来从事填词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帮助 应该这么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 填词是需要很厉害的中文 我会这么说 你中文很厉害 当然是更有帮助 好像我们的前辈 黄占叔 文学根底很好 当然是更有用 但也不是所有填词人 都是读中文出身的 我只是会说 我读过中文 我读过文学 我读过古典文学 对我一些显词用字 一些写作的手法 是真的会多一些招数去用 或者可以多一些层次 但我不敢说 读过中文才会填词 这个很多行家都证实了 不是的 但对我来说 读过中文这个背景 是有些帮助的 那你是怎么开始 做填词人的? 其实做填词人 是一个挺溜腾的 一个入行的途径 因为你不会见到 报纸请填词人 也不会有机会认证做填词人 通常每个填词人入行的 经历都是很奇怪的 我自己其实是 我应该喜欢的时候 开始填词的 当时当作玩 就不会是想入行 真的说到入行 就是多谢互联网 互联网就真的 令到世界突然间 没有了距离 当时我记得 我读中大的时候 我就经常上网 我开始把自己的作品 放在网上 有段时间 就开始吸引到一些 当时行内的人 就注意到我 交换了联络方法 后来他们就开始 给我一些歌曲 我写 幸运地开始有一首歌中了 就叫做入行 Kenny 就这样放一些 放你的词上网 就会有人有兴趣 因为是这样的 其实当时 我当时 我就和一个朋友 他在网上 他开了一个歌词的网站 他的网站 都颇受欢迎 当时在香港 流量都相当高 他也很认同我 你玩改写歌词 因为我们当时 把流行曲 改了一些歌词 二次创作就放上去 他觉得挺好玩 他就开了个讨论区 给我做版主 拜他所赐 讨论区的流量都挺高 玩了一年多 可能有些行内人都收到疯 有些年轻人在玩二次创作 我们后来 甚至有些人开始做原创 自己作曲 自己编曲 也有些人 其实他们现在很多人都入了行 因为流量 这个名气 所以吸引到一些行内人去留意 我们当时都会留一些电子邮箱 争论方法 所以有些行内人 加了我 开始争论相 叫做开始有些机会 你那些二次创作主要是什么范围 或者是什么内容 我当时是主力写情歌 我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写社会 时事 我当时是比较喜欢写情歌 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其实当时 写一首歌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哪个唱 也不知道会去哪里 我们行内叫做写一些展示 其实好像一个货板 有些公司去四出兜售 我记得一年多之后 死亡之后 一年多之后 有一天 有个版权公司的人 说 你这首歌有人用了 你改个笔名 准备签约 帮首歌签约 我才知道 是一个新人 叫邓泳之 我这首歌我买给他 叫苦情人 傻呀傻呀 改了个笔名 就去签约 我还记得 那首唱片第一天出街的时候 我真的去唱片店 买一张碟 即时打开个歌词书 见到自己的笔名 我才很肯定的 跟自己说 我真的由这首歌出了街 入了行 苦情人是否说苦戀 那首歌是否说你亲身的经历 我很搞笑 其实 这首歌不是说我的亲身经历 是 其实那个苦情人里面 说那个 不好的男朋友 是我来的 可以这么说 是我写一些我以往 辜负过的女孩 我代入他们的心情 反而是反过来 不是我素苦 是我代他们素苦 那为什么你会用 乔星这个笔名 做填词人名 和首歌有没有直接关系 其实当时我改这个笔名 我没想过会用这么多年 我觉得有一首歌 梟行出街 我都很心甘情愿 所以当时 他说 你一旦用真名 一旦用笔名 我首先觉得自己的真名 太普通了 所以就是要改笔名 我只用一次 当时我很直觉的感受 就是 我很想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去感谢两个人 他两个分别是我以前的 其中两个女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两个的出现 真的带过很多 开心和不开心的感受 给我的 那些感受 足以令我写很多很多歌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 填词这个范畴里面 找个机会去感谢他们 所以我想想 不如我的笔名 在他们两个的名字 一人拿一个字 就拼了 刚刚可以叫乔星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笔名 那你还有没有跟他们联络 其中一个还有一些联络 偶然 是的 那他知不知道 你叫乔星这个名字 是这样的 他两个都知道 都知道 其实你刚才说 你用乔星这个名字 是取自你两个女朋友 即各字的名字 里面的一个字 在你的创作过程之中 你刚才都说 那首歌 其实是你代入他们的角色 觉得有些辜负了他们 他们都带了给你欢乐 还有有些痛苦或者什么 那其实在那个过程 拍拖的过程之中 那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呢 嗯 其实每一次 我不是拍了很多次拖了 即如果 即正式会拍拖的话 但其实每一次都很难忘的 因为 其实这个不一定跟相残有关 但是 又说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相残人士的话 其实爱情 对我来说 是 我会觉得是很难得的 其实当时 可能年轻 未必有很大的感受 现在 回头想回 其实 一个女孩会喜欢我 会接受我 会跟我一起拍拖 其实她是要承受很多很多很多的压力 很多外界的眼光 可能来自朋友 来自同学 那时候小 未必有很多来自家人 那 是的 很可惜自己 不懂珍惜 男孩 可能真的 要大一点才成熟 才知道要 什么叫做珍惜 什么叫做 负责任 是的 所以 错过了 两个很好的女孩 因为当时 我过这个笔名的时候 我是单身的 所以我 我没有什么压力 当时 我就觉得 我好心找了一个机会 去感谢她两个 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 其实你说得很好 因为你懂得感恩 遇到生命里面 对你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 很有啟发性的任务 是的 苦情仁的切子 这首歌 是否竟然成就你成为 一个填词人 嗯 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有一首歌入了 有一首歌当出版 我当自己入了行 一生人有一首歌 但是当时没有想过 会有第三首歌 所以 我算是 з到達成了成就 tet后 是会陆续有人找你 去填词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 因為剛才那首歌 我為了那首歌 簽了約給一間版權公司 所以雖然我不是他們的人 只是簽了一首歌 但他們都覺得有一個新的電池人 他旗下的新的作曲人 都會介紹給我 即是搭新人 我就會開始認識多了一些作曲的人 就多了一些機會去寫那些 剛才所說的demo 變成多些貨 就多了一些機會去售賣 就會開始有 第二個歌手 第三個歌手 都用我的歌 我算是挺幸運的 因為說真的 我現在入行大約十多年 其實我寫過的歌 不是很多 幾十隻 平均產量是不高的 但我都挺幸運的 我多數寫的歌都是派台歌 都算挺幸運的 所以可能有一兩隻歌 出街派台 有其他行內的人 也會留意到 或者他們踩月翻 會說 你最近正在用一個新的電池人 你試試找他 他交歌都挺快的 因為我算是挺快手的 在這行 寫得快到是一個賣點 所以慢慢多了一些機會 其實很多時候 聽到首歌 去填詞 那個音樂人有沒有跟你溝通 或者他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求你去做 其實每次都不同 我們剛才說 如果是寫Demo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這首歌給誰 所以通常 他沒有很特別的要求 或者很基本 譬如他寫這首歌 是慘的 風格很慘 他會跟你說 寫這首慘的歌 怎麼慘法 你自己決定 到後來 如果有些人來找你 可能是監製找你 可能是歌手親自來找你 他們會有些很特別的要求 譬如說 我這次的唱片是這個風格 我是做這首音樂的 或者我有一個特定的主題 我很想說 說人生 說喜樂 我就會就著這個題目去寫 每次的情況都不同 但是廣東歌 九成九是先有曲 後有詞 所以填詞人 是相對被動一點的 Kenny 你從2005年 就開始填詞 正式來說一行 不經不覺到現在 都差不多有16年的時間 在這個歌詞的創作過程之中 有沒有什麼印象 那個經歷是最深刻的 或者中間有沒有經歷過什麼困難 這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幾次都很深刻 其實說真的 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寶寶來的 無論你跟哪個歌手合作 我都懷至一個 這次是我最後一首歌的覺悟去寫 說真的 當然有幾次是很深刻的 譬如說 之前 都好幾年前 試過和將來有寫歌 那次是很難忘的 因為同學有寫歌 真的可以說句我小時候就聽他的歌 沒有想過四大天王有一刻 我都有機會在他的作品裡留一個名字 跟那麼多經典的填詞人 都可以填同一個歌手 這也是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還有學友真的很好人 我們創作的時候完全沒有見過 後來這首歌出了街 當時我媽媽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自傳式的書 都邀請她寫罪言 學友都一口答應 她後來開了一個演唱會 她都邀請我到後台 跟她第一次見面 這是很難忘的 另一個很難忘的是 跟林憶蓮寫歌 難忘就是難忘就是她親自打給我 去講一首歌怎麼寫 這個真的很震撼 因為跟歌手直接溝通的機會 不是十分多 那時還要是林憶蓮 一個這樣的地位的歌手 那個感覺是很震撼 還有她非常溫柔的聲音 我都不記得她說什麼 只在一邊聽他的聲音 覺得很好聽 真的說話都沒有聽 還有合作都很舒服 她是一個相當善良的人 這幾年跟亭峰合作都比較多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經歷 因為亭峰這幾首歌 她跟我有點溝通 寫什麼主題 其實我剛剛和我這幾年的心境很接近 大家都可能是中年人 但仍然對人生有到火 所以大家都很想寫一些正面一點 有力量一點的歌詞 所以這幾首歌都吸得很開心 至於你說填詞的困難 或樽頸威就是 其實我有段時間 現在呢 社工和填詞人這個角色 我是覺得有一點衝突 因為社工一如外皆 感覺是很正面的 很正能量的 但當時我會寫一些很 很負面的失戀情歌 我曾經也有猶疑過 好像寫得太暗黑 寫得太負面 好像和我自己的專頁 很抵觸 但後來我也懂得 寫失戀的歌 失戀到最後 都可以有希望 我都嘗試去到 最後兩三句 我放了一點正面的 有希望的 有曙光的東西 雖然整個九成九都是失戀的 但都嘗試留一些正面的東西 到後來歌手 越來越多自由度給我 這個問題就慢慢 沒有那麼大衝突 我就開始會寫多很多 對於人生 對於世界的一些覺悟 我都挺享受 可以將自己的感受寫下去 Kennie 據我們所知 你和謝霆峰合作是最多的 你有沒有見過謝霆峰 對她有什麼感覺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疫情關係 還未有機會親身見到她 都是一些訊息上的聯繫 或者透過監製 但是從她一些訪問 訪問她的人 你最近有用一個新的電視人 我都會知道她 其實都覺得我的東西很適合她 還有我和她寫歌 她有些會給我一些意見 叫我去修改 但也很適合她 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要改一點 有時都要改幾多次 但是大的方向和她都很適合 我又很知道她想要什麼 她要的東西也是我很想說的東西 所以雖然就算要改 但是還是改得很舒服 你和霆峰合作的歌 你自己最喜歡 暫時來說是哪一首 其實我幾首都喜歡 不過如果說最喜歡 我是挺喜歡 應該是18年的歌 叫《青空》 那首歌相對寫得比較抽象 比較圓 沒有我和其他寫歌那麼實正 那麼淺白 但是我幾喜歡 因為那首歌 其實是講一些人生的事情 即是講人生一趟旅程 可能最終旅程過去了 你記得沿途的風景已經很足夠了 是幾表達到我對人生 或者對死亡這個看法 因為其實這首歌最尾是有少少說死亡的意思 但我沒有寫到好法 但是是一個我很想表達的題材 也就是我剛才說過 就是我不希望我人生有太多的遺憾 所以這首歌是 我是很表達到這個想法 但Kenny你還是很年輕 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其實人生實在有太多話說不完 雖然我身邊也不是有很多人突然之間離開了 但是始終人生有太多事情是計劃意外 即是俗語講今天不止明日是 我不是一個很抗拒死亡的人 我唯一怕死亡是 我怕我死之前有些事情我未做完 有些責任我未進完 有些事情我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怕死而有陷 如果死而無陷 或者死得其所 死可以的 其實你的想法 跟我們基督為本基金的想法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幫一些晚情人士去圓夢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心願 或者有沒有什麼夢想想達成 其實正如我所說 我又不會有一個很具體的 是一個我一定要做到的一個願望清單 我反而覺得我現在有幾個角色 我是別人的兒子 我是別人的男朋友 我是一個協會的職員 我是一個社工 我是一個更叫做一個天使人 其實我覺得我每天 只要我還有機會去做這些角色 我都要把它做得好 哪怕我隨時突然之間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都希望我周圍的人會記得 這個人曾經帶來過 給他們的生命一些很開心的事 一些好的事 而不是每次想起我這個人都是一些不開心 一些為何他現在這麼快就走了 我希望是一個很開心的記憶 我希望我自己離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都算不枉此生 還有我都算 我有些東西留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我曾經 改變過一些人的一些不好的想法 我覺得已經是很足夠 Kenny 最近你有沒有打算結婚的計劃 其實早幾年有想過 現在可能過了那個很有衝動結婚的年紀 但都應該會完成一些手續的將來 但你說大排延值就未必 希望 希望 因為應該都是現在這位 應該如下的人生 所以 看看有些適當的事後 但因為兩邊的家人都不是很 在這方面不是很有壓力的 總之我們兩個 好好的感情 好好的都可以的 我覺得婚姻是一個儀式 關係比較重要 但這會不會是你媽媽的夢呢 媽媽都不一定要我真的要結婚 或者要有一張婚書 或者很願意喝深步茶 她很簡單 她都是想我們兩個開心心 她都說她希望她自己健康些 可以再跟我一起多十幾二十年 很簡單的要求 那你知不知道你媽媽有什麼心願想念 其實她真的很簡單 如果對我來說 她想我開心心 還有想我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她是一個很喜歡旅行的人 所以這兩年疫情對她來說有點辛苦 但其實疫情之前 其實她去過很多地方 我也很慶幸 我其實很開心 因為父母更健康 可以到處去 可以花多點我的錢 他們還有能力 給我去報答他們 因為我實在覺得 我欠她兩個老人家太多了 所以很希望他們現在 還能走得走 可以盡情去 去歐洲去 去北歐去 去非洲去 去 他們可以一年去七八九次旅行 真實在每個月都有 一兩個星期不在香港都可以 但我是很開心 因為能夠依奉到 還能夠報答兩位老人家 我覺得是我的福氣 那你多不多 配合她一起去旅行 都會的 都會的 我們之前 剛剛好疫情之前 還趕一次 一加三後 去了一次北京 之前也去過很多 通常我和他們 會去內地的地方 都試過有一次去東歐 都享受的 我都試過只是帶我媽媽去日本玩 本來也有很多計劃 但現在疫情打亂了 但之後 希望可以繼續一起去玩 去過這麼多次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其實最重要就是 可以帶他們去外面 看看這個世界 我爸爸就去過很多地方 不用我帶了 我媽媽就 小時候因為照顧我 所以就困身一點 所以我都很希望 可以到處和他去吃一下 玩一下 看看 其實我媽媽很簡單 就是 你帶他去歐洲 和帶他去長洲 其實他回到來 都不太記得哪裏打哪裏 但他就是很享受 出去玩 出去和家人一起吃一下 玩一下 拍一下照片 看看美人景 他就很開心 這是你媽媽的夢想 那你自己的夢想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夢想 其實我都很喜歡去旅行 我覺得人生有很多事情 都留不住 所以我沒有什麼物慾 我不是說 我要有車有樓 要買什麼 這些事情我覺得很表面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是經歷 我覺得旅行是其中一個很好的經歷 真是的 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利路 所以希望疫情過後 我可以 因為我還有幾個地方 我很想去 歐洲 我很想 因為我是一個萬聯球迷 所以我很想去多一次奧脫福球場 很想看多一次萬聯的主場 我很想去紐約 世界第一大城市 我很想去看一下 國內我很想去西藏 因為基本上這麼多個省 我欠西藏 我沒有去過這一邊 旅行是其中一個很大的願望 因為身體狀況其實都在下跌 始終殘疾是退化比較快 所以都希望自己還能走 可以盡量去多些地方 工作上我也希望可以再有些突破 最近開始學會一下 剪片 在一些影片上 嘗試能否推廣一下共融 這方面也是很值得我去發掘 和學習的一個全新方向 所以希望可以多放些時間 在影片方面發展 Kenny 你是一個不斷追夢 圓夢的人 跟我們這個節目 《愛事有緣》都很吻合 你在人生旅程上 都有很多特別的經歷 有沒有什麼特別鼓勵的話 可以給晚情的人士 跟他們說 我覺得最重要是珍惜眼前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沒有什麼 很多好東西都很遙遠 其實我覺得在你身邊 在你手邊 你觸手可碰的人 才是最重要 我記得我寫過一首歌給學友的 歌名叫《找對你》 其中一句歌詞大約是這樣說的 我不是要找最好的人 因為沒有人知道 這個實際上最好的人是誰 70億的人你怎麼知道 我只需要抱著我眼前這個人 這個就是 我不管他是不是最好 但這個人就在我身邊 他就是在我身邊陪著我走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 我最值得珍惜的人 所以無論你身邊 有人也好 有事也好 有物也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珍惜你擁有的東西 不要太強求一些 你要去追逐 你要花很多精神去拿的東西 我覺得反而珍惜自己身邊有的東西 更加重要 我們都祝願Kenny你心想事成 多謝Kenny接受我們的訪問 分享了這麼多的經歷 其實我們愛事有緣的節目 之前都有訪問過不同的嘉賓 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醫生 還有從零開始幫中大推廣無言老師 為體捐贈計劃的伍桂倫先生 如果觀眾都有興趣 可以去基督維本基金Facebook收看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集見 拜拜 好多謝你今天 拜拜 好多謝